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暂时将签证费降低25% 以吸引游客 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全年本地种植的大蒜 正在取得成功 中国游乐园运营商 在Hindenburg做空一个月后暴跌90% 欧洲就全球首个综合人工智能规则达成协议 科默表示 特别顾问起诉亨特 拜登是为了保护他免受众议院共和党调查的影响 请大家收看 中国暂时将签证费降低25% 以吸引游客 日经亚洲 中国政府宣布 为了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将减少路径旅游签证费用25% 这一减免将从周一起 在中国所有海外大使馆生效 持续到年底 中国还将免签政策扩大到6个额外的国家 包括意大利和法国 北京还在努力将新加坡的免签时间延长到30天 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为澳大利亚人提供全年本地种植的大蒜 正在取得成功 澳洲 ABC 澳大利亚大蒜农民通过专注于生产高质量的大蒜 并全年供应市场 成功地与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大蒜竞争 通过利用澳大利亚不同的种植条件 农民能够全年稳定供应大蒜 而不像一些国家只有有限的收获时间窗口 澳大利亚大蒜的成功得益于消费者的需求 导致主要超市连锁店开始供应澳大利亚产的大蒜 农民现在正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并探索电子商务等替代销售渠道 以保持领先地位 中国游乐园运营商 在Hindenburg做空一个月后 暴跌90% 彭博社 中国游乐园运营商金金集团的股票 本周下跌超过90% 创下历史新低 成为该公司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五个交易日 突然下跌的原因尚不清楚 可供交易的股票数量较少 可能是这一大幅波动的原因 使得该股容易受到操纵 该股此前曾成为做空机构 Hindenburg Research的目标 欧洲就全球首个综合人工智能规则达成协议 美联社 欧盟谈判代表已就全球首个综合人工智能 AI规则达成初步协议 该协议包括对生成事 AI和警方使用面部识别监控的规定 AI法案的最终版本 需要在明年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 该立法预计将成为全球AI监管的蓝本 这些规则旨在减轻与AI相关的风险 如隐私问题 就业替代和版权保护 该法律预计最早将于2025年生效 科默表示 特别顾问起诉亨特 拜登是为了保护他免受众议院共和党调查的影响 CNN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 科默指责特别顾问大卫 维斯为了保护亨特 拜登免受在科默委员会面前作证的指控而起诉他 科默表示 对亨特 拜登的刑事调查是一种掩盖行为 他认为对拜登提出的联邦指控微不足道 而任何其他人早就会被关进监狱 科默要求亨特 拜登出席闭门作证 但拜登的律师表示 他只会出席公开听证会 如果拜登不服从 科默威胁将对他进行国会蔑视罪指控 亨特 拜登的法律问题简要解释 CNN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面临两项审判 一项是在特拉华州面临枪支指控 另一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面临税务指控 税务指控于10月14日提出 指控拜登使用资金支持毒品和陪同女性的生活方式 而不是缴纳税款 起诉书声称 拜登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花费了近500万美元 其中包括近70万美元用于各种女性和18.9万美元用于成人娱乐 他被指控逃税至2020年 如果被判有罪 拜登可能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 三项枪支指控涉及拜登据称在枪支表格上做虚假陈述 并在2018年期间持有一把手枪 当时他对毒品上瘾 如果在枪支案件中被判有罪 拜登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今年6月提出了一项认罪协议 允许拜登避免监禁 他承认了两项税务清罪 并同意接受枪支指控的转化计划 然而 特拉华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7日拒绝接受这项协议 称不清楚他是否能解决税务案件 日本的熊袭击事件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 气候变化和人口老民化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CNN 2021年日本熊袭击事件创下了历史新高 至少有212人在袭击中幸存 6人死亡 熊在日本北部地区很常见 但随着气候变化破坏他们传统的食物来源 他们在城市地区的出现越来越多 专家表示 气候变化干扰了熊食物的开花和传粉过程 当巷子的收成不好时 熊必须寻找其他食物来源 并被迫靠近人类居住区 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熊袭击事件增加 农村地区的人口减少 为熊提供了更容易进入的机会 老年人尤其容易受到威胁 10月份被袭击的71人中 有61人年龄超过60岁 当局正在考虑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设立一个基金来支付捕获熊的运输费用 然而 专家认为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方法 包括研究迷路的熊的种类和原因 菲律宾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和老牌玩家争夺数字银行业务 日经亚洲 菲律宾的传统银行和金融科技初创企业 正在竞相在新兴的数字银行业建立自己的地位 菲律宾的Result商业银行 而CBC是该国领先的银行之一 提供广泛的数字金融服务 而CBC的消费金融应用程序 Discard Tech已经获得了超过500万次下载 并使用了大约50个内部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 进行信用检查和欺诈检测 该银行旨在利用与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的合作 来增强其数字化服务 菲律宾央行一直在推广数字银行业 以使金融服务更加安全和便捷 保加利亚议会再次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美联社 保加利亚议会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 以应对与俄罗斯的战争 这些援助包括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和各种类型的地对空导弹 这些导弹要么是有缺陷的 要么是多余的 虽然这些导弹在保加利亚无法修复 但乌克兰有必要的设施来修复他们或将其用作备件 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凸显了保加利亚 在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问题上的分歧 总统鲁门拉德夫反对保加利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声称这将削弱保加利亚自身的防御能力 并冒险卷入战争 然而 新任亲西方政府的任命导致了保加利亚 在向乌克兰发送军事装备方面政策的变化 为什么委内瑞拉声称拥有贵亚纳的大部分领土 德国之声 委内瑞拉最近的公投中 超过90%的选民赞成无视联合国法院的裁决 该裁决要求加拉加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改变 委内瑞拉和贵亚纳争议地区现状的行动 这是两国之间长期领土争端的最新发展 争端的焦点是埃塞奎博地区 如果被委内瑞拉吞并 贵亚纳的面积将比苏格兰还小 该地区富含天然资源 包括最近发现的石油储量 专家认为 尼古拉斯 马杜罗总统利用这个问题来在2024年总统选举前获得人气 然而 他和他的追随者不太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追求这些要求 因为这将使委内瑞拉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比现在还要低 此外 英国仍然是自己维图亚纳的保护国 美国已宣布其意图派遣代表团前往该国 今日股市新闻 强劲的就业报告后 股市连续6周上涨 雅虎 美国股市周五收盘上涨 投资者消化了最新的就业报告和美联储明年可能降息的前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3% 超过100点 标准土耳500指数上涨0.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近0.5% 美国11月份的失业率意外下降至3.7% 经济增加了19.9万个就业岗位 这些数据将被视为美联储加息已经达到顶峰 美国经济可能实现软着陆的更多证据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首先是中国政府宣布将减免入境旅游签证费用25% 以吸引更多外国游客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希望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并增加国内消费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大蒜农民 成功与中国的廉价进口大蒜竞争 他们通过全年供应高质量的大蒜 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然而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市场变化方面 农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另一方面 中国游乐园运营商金银集团的股价暴跌90% 成为近期最糟糕的五个交易日 人应尚不清楚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投资股票需要谨慎 在国际新闻方面 欧盟就全球首个综合人工智能AI规则达成初步协议 这一协议旨在减轻与AI相关的风险 并保护个人隐私和版权 最后我们还了解到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面临着法律问题 包括枪支和税务指控 这些指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并可能对拜登家族的形象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你对以上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吗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将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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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